做完之后可以看一下,基本上就是类似像这样,不过它浮在上面嘛,我讲过嘛,你可以怎么样呢? 如果说你希望下面那把一直贴齐下面那一粒,无论它长,无论是短,都贴齐的话,记得怎么做吗? 有没有印象? Footer怎么样? 先选那个Footer,Footer就是它下这个叶尾,有没有?做什么动作呢? 有一个叫什么呢? 就是Data什么呢? Data Possession Possession做什么呢? Fixed Fixed就有点像图钉一样,钉住了 它就不会乱跑了 反正它如果短一点的话,还是会在下面 它长一点的话,还是会在下面 永远都在下面,不然有时候你找不到 有时候Netbar有出来,有时候没出来,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Fixed OK,所以这个地方 就把它记 就是第1个特别重要,一定要先选哪一个? 选Footer 你看好像这前面有讲过嘛,对不对? 你要先把这个Footer先选起来 第2步的话呢 再去找它的什么? Data Possession,Possession是它的定位 定位固定住 这样的话,试试看 它有没有在下面呢 看一下 有没有 那如果你现在是 比较长比较短都无所谓 你可以卷动它 它反正就是说 如果长一点,它就是 固定在那个位置 这样感觉 就会比较刚好 OK 那 再来就是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做完一个之后 可以把它 其他的都一样 那很简单嘛,你可以讲 选Footer之后 有没有 特别最后 先确定那个框框有选到 我的习惯是会看这边一下 它的Data Loss是Footer 结 结